唐三爸爸小五妈妈今天的饭菜真好吃 喜欢你就多吃点 今天下了好大的雪 等下吃完我们去 还要去逛街给小五菱和小梧桐买礼物 真开心不知道小梧桐现在在干嘛呢 可怜的小梧桐被比比东抓走了 把他丢在路边卖年糕 寒冷的大雪 小梧桐被冻得瑟瑟发抖 吃饱喝足珍舒服 走吧我们出去走走 小梧桐放学怎么还没回来 要不我们去找他 走吧我们一起 这不是小梧桐吗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在这里 小梧桐怎么回事 你怎么在这里 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 是比比东 他把我抓走了 把我封印在这还让我在这里卖年糕 如果卖不完就要打我 打得可疼了 叫你卖不完 怎么会这个样子小梧桐 小梧桐你知不知道 比比东现在在哪里 小梧桐不要哭了 我带你现在去找比比东解除封印 又是这个比比东看我这次不好好教训他 比比东 是不是你给小梧桐封印起来的赶紧给我解除封印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是我怎样 谁让小梧桐总是欺负千任雪的 好 那今天我就让你从樱花小镇消失 臭唐三 你现在没有三叉戟 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打 别忘了我有小伙伴给我收集的狗头 你实在太坏了 看招 好大的狗头 我还会回来的 唐三叔叔谢谢你 没事的小梧桐 我们回家去找小我妈妈吧